Hello,大家好,我是袁赫 那么本部视频也是给大家带一起这个一把新的枪 SKAR的一个白虎 那么这把枪 首先咱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属性 增加装备中的所有步枪子弹术 也就是夹子弹 然后近身攻击 就是鼠标的右键投入攻击 然后自民一击挑战模式下 有几率使普通攻击变成致命攻击 该效果可以叠加 在挑战模式下进行游戏时 触发自民一击会恢复少量的生命值 该效果不能叠加 还有一个包括是一个弹侠快速替换2 也就是说它有两个换子弹的一个动作 还有就是连锁散电挑战模式专用的 那么就是连锁散电的话 是给临近的敌人造成可传递的散电属性伤害 这个后面的话 咱们会在挑战模式当中给大家展现一下 那么这把枪的话 咱们官方这边也是发过一些帖 然后就说白虎出来之后的话 这个黑骑士 黑骑士的地位就不保了 就是打挑战之前都是装六把黑骑士 恢复血量 还包括殖民一击 那么这个枪的话是 比黑骑士更猛一些 咱们首先进行游戏 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吧 接下来到这个游戏当中 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枪的一个外观 然后前面有个垂直 把这个枪管有点细啊 包括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标准镜 点击属于右键的话 是有一个特殊攻击 就拐人嘛 然后这个感觉还比较好看的 是个彩色对吧 一个彩色的 呃 在这个人机模式当中的话 给大家测试不出来一个什么呢 就是它一个伤害值嘛 就因为是在仙剑服给大家做的视频 所以说我这个杀验平时没有当 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做了 但是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基础的弹道 枪的基础弹道 看一下咱们先 看一下啊 包括来个换子弹啊 换子弹有两个动作 看这是一个对吧 是吧 两个动作 两个换蛋动作 好看一下这个基础弹道 哎怎么不动了 我的电脑 好看一下 你说他像AK吧 前面像 那后面就不像 再给他看一下啊 你看这点就像不像 这个有点像T 就感觉这个弹道 有点看不懂 那是那种感觉 呃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竖点一个弹道啊 你看就是一发一发点的话 七发基本上一个点 就是八发九发就开始有点 有点往外了 看到没那一发 所以说这个枪的话 也是非常适合竖点啊 竖点 就按AK的打法 就打就可以了 但是他七发可以打到一个点上 对吧 七发打到一个点上 稍微往下一压枪 你看 弹道其实也是还可以的 稍微往下一压 看 最近稍微压 这个弹道非常的集中 大家也没有发现 所以说感觉这个枪 有点逮劲啊 是不是 你看AK 不 有点像AK的 就是说一枪能够打头 但是这个弹道也是非常的集中 是吧 感觉这个枪有点像于AK和 简约AK和M4之间 看这个弹道 这是一条压 鼠标往下一拉啊 鼠标往下一拉 这个弹道也是非常的集中啊 感觉 这个枪是我的菜啊 等到这份时候 我要搞一把 到时候给他打一波 给人家逆 感受一下啊 好的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其他的内容 呃 还有就是说的话 这个枪身也是比较好看的 有点 这个比较 属于什么情况啊 有点 像比较科技 是吗 给大家来一波刷屏 看一下啊 来试一下压枪扫射啊 这个压枪扫射还是比较好碰的啊 是吧 用这个准星这条上面这条这个树杠去压枪 大家有没有感觉非常得劲啊 这个压枪扫射啊 然后怎么给大家去测试一下这个什么啊 去测试一下能够一枪冒头 接下来我要去大家这个 去训练场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的 接下来来到这个训练场当中啊 训练场的话 他们是都带着AC的 他们都带AC的 那么 打头的话是可以一枪直接带装 给大家试一下 诶 这是无敌的吧 找一个刚复活的这种人 你看 诶 无敌吧 应该是属于无敌 对 也就是说这个白虎这把枪的话 能够一枪冒头 是吧 因为他们是有这个 他们是有穿防蓝衣的 不像人机里面啊 不像人机里面 所以这个枪 个人感觉还挺好玩的 等政府出来之后 打瓦格尼尼 再给大家去好好去体验一下吧 就是他这个自带消音的啊 自带消音 给大家压一波枪 后边自带感觉还是比较好 就是跟AK似的去压枪 用这个准型的树杠去压枪 看到没 是吧 一条直线 基本上一条直线吧 是吧 就感觉压枪 还是比较得劲的 能够还能一枪冒头 然后压枪的话 还是比较好控 感觉又出了一把新的神器啊 介于AK和M4之间的这个枪 有没有这种感觉 介于AK和M4之间 太弱了 太弱了 能够一枪冒头 然后的话压枪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 这把枪的一个射数 我没有去再给大家去撤 到底是能不能和这个 运用机的M4的射数一样 我还知道这个没有去撤 好了 接下来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 挑战模式的一个属性啊 好的 我们接下来到这个挑战模式当中啊 首先看一下这把枪的一个弹道 它是5后座啊 打挑战的时候是直接是一个后座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技能啊 给它看一下技能 连锁闪电 看吧 等这个怪物到一起的时候给大家试一下 直接四方右键 点击鼠标右键这个时候 哇 我当时就有点吃惊 就是这个怪物直接一个技能全放挺啊 所以说 比较喜欢打挑战模式的兄弟的话 这把枪出来之后感觉又是一个新的感觉新的bug 对比较是你看 基本上就是一个闪电全放跑 这打这个小怪的话还是比较逮劲的啊 对吧 一个技能直接秒了 难怪这把枪说是要比这个黑骑士要更猛一些 毕竟它有黑骑士没有这个技能对不对 而且这个枪然后打挑战也是直接一个无故作的 你看 这一个闪电 这个伤害还是蛮高的啊 还是蛮高 哎 这时候进了一个队 进来一个人啊 我剪辑了一下 剪辑了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 放技能的时候 主要放技能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远的一个技能 你看一个技能 全电完之后还剩一个那个会爆炸的怪物 所以这个闪电的一个伤害也是蛮高的啊 感觉 又是一把神器啊 打挑战神器来了啊 这个枪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搭配的颜色 我个人感觉 就只是个人意见 感觉还是比较好看的 大家注意这个闪电了没有 就是当你这个能量管 右下方能量管满了以后的 它是有一个蓝色的闪电 覆盖整个枪身 这个 大家看到没 这个比较胖的一个怪物 一般来说是比较难打一些 对吧 就是血量比较多 不太好打的 但是一个技能之后的话 直接还剩两个 而且的血量还很少 两个化弹的一个模式啊 两个化弹的动作吧 不能说模式 两个化弹的动作 那么这边也是快来到了 一个快来到了这个视频结尾的 还有两分钟时间简单跟大家聊一下 呃 我会在这个周末啊 现在时间还没固定下来 应该是这个周六啊 现在想着是这个周六 会搞一下这个三周年的一个活动啊 也就是说当直播当天 因为我现在是在火牙直播嘛 每天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五点钟 是我的直播时间 大家可以用手机和电脑打开火牙直播之后 手机可以下载APP啊 下载会打开火牙直播之后 直接搜索我的名字杨赫 就会找到我直播间 大家平常有什么想法呀 对我有什么一些建议啊 或者玩游戏 遇到一些问题 可以来直播间来聊天沟通一下 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三周年的一个活动啊 当天是准备了给大家抽这个红包 然后包括是通管鼠标 鼠标垫 还有包括一个键盘啊 还有就是说有一个大奖 就是P40手机啊 当时你要也不想要手机 怎么也可以直接嗯 你懂的 然后大概定是这个星期六 然后还准备 还有这个水友赛啊 水友赛的时候获得第一名呢 也会给大家发这个呃 红包 红包最小都是100的哦 然后呢 左下方的扣号 31328 大家也是可以添加我扣号 因为这个活动 现在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 想着是这个周六啊 就是本周六 今天都11月15号了吗 今天星期天 下周也就是下周了 今天我做视频的时候 这周是11月15号啊 也就是现在是星期天 应该就是下周的 大家可以加我一下扣号啊 转下方 31328 等这个确定这个具体的时间之后 我会在空间跟大家说一下 这样的话呢 大家比较好参与到这个活动来 然后参加当天的水友赛啊 这个枪确实我个人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 大家可以说是等出来之后 我是肯定要搞一把的 因为我感觉这个枪是AK和这个M4的一个结合体啊 因为毕竟一枪能爆多枪 我自己还是本身比较喜欢的 而且这个弹道我感觉还比较好压的 所以说感觉比较得劲啊 但是射数方面我没有去测试啊 最后的一个怪 我当时选择是一个简单普通模式啊 普通模式啊 我俩直接把这个秒这个怪 感觉还是蛮快的了 好 视频也是来到尾的了 希望大家点赞这个观众和订阅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咯 感谢大家观看 队友在前面扛 我在高点输出啊 感觉还是比较得劲的 最后有一个改变啊 看见没飞跃地重新设定中 加了一个CF logo 好的 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